好 那歐若啦 哇 你有朋友的女朋友 在IE上面做感情诈骗的客服人员 我跟你讲这个现在非常多 他这个女朋友年纪比较小 二十几岁台北人 平常就比较爱慕虚 喜欢用一些好的包包啊 好的保养品 他原本是在银行客服上班 所以银行客服上班薪水就是那样嘛 你没办法附和你想要的这些 物资上的开销 后来呢 他有个好姐妹就洗脑她说 我现在在做另外一个客服 也是客服工作 可是一个月可以十几二十万哦 你要不要来 他听得很有心动啊 他就说好去 去了之后他这个公司也很习惯 大家是客服 没错 可是进去之前 每个人的手机都要先锁在柜子上 你进去公司是不能带手机的 你到工作结束才可以拿手机下班这样 那他男朋友那时候也觉得很习惯 怎么突然他瞬间十几二十万 突然就去买名牌包 就觉得他收入怎么变这么多 那这女朋友才跟他说 谈成说哦 因为他去做一个叫感情诈骗的客服 就是他们利用网路上漂亮女生的照片 然后呢 他们打电话去找一些 可能交友软体上的男生 然后他们假借是这个女生 再跟他谈恋爱 对 然后跟他谈恋爱 虚寒问暖关心他 这些男生通常有的都是没谈过恋爱的 那突然有一个漂亮女生这么关心你 关心你爸妈 关心你的生活三餐这样子 那男生就心动了 心动之后他开始心动掉到陷阱 他们这个叫养套杀 就一种心理学 渣男心理学养套杀 先养你 先帮你对你很好 套呢 就让你进入这个陷阱之后 最后再杀你 杀你的时候就是当他对你提出什么要求 所以这个男生都觉得你是爱我的 所以我愿意为你付出 当肥养者 对 你一开始对我这么好啊 你需要帮我 你需要困难 我就会帮你 那其实这种也是一种 女生需要男生帮忙 会让男生分泌一种叫加压血清素 加压血清素分泌的时候 你现在对这个这么有研究 我最近有研究 加压血清素呢 就是像女生我们分泌催产素一样 跟多巴胺是一样 那男生没有 男生是分泌加压血清素 男生分泌这个就是当女生跟你说 你帮我一下 你帮我个忙五万十万 你帮我之后 你就会分泌这加压血清素 你会很快乐 血清素 男生就很快乐 就会丟到你知道 因为有帮忙 有帮忙有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 这时候就会联系 就会很深很深 那他们刚好有一个同事 不知道可能跟主管吵架 就去把所有证据收集 然后去警方那边报案 报案之后这件事情才报出来 全公司人都被抓了 包含这个妹妹也被抓了 对 这妹妹还被羁押了两天 但是是被羁押在新北 没有遇到阿伯 对啊 最近的十阿伯 所以他做感情诈骗的客服人员 对 一个月有多少钱 你说多少钱 至少领二三十万 有这么多钱 他们业绩只要破一百万就领十万 那我有问题 那他要见面吗 不用见面 不用见面 我的当事人就是一模一样被骗 对 不用见面 可是他们有的更高招 他们会去请一些女生来 帕队的 很像showgirl 给他可能说四个小时六千八千 叫这个女生演这个女生的角色 去跟这个人吃吃饭 看看电影 对 只吃饭看电影 千千小手啊 对 只吃饭看电影这样 可是买也蛮危险的吧 对 那他们是请车手去领钱 因为他们的方式比较危险 是请对方直接汇款到 他们特定的账 二三十万 你有没有办法升任 我想我还是不要做这种事 要把男生调到 让他感觉这个陷入恋爱 这也不容易呢 没有 我很容易啊 很容易 他们的对象非常 都是那种没有 比较不渣的 比较直男 就是他们可能没交过女朋友 没有交过女朋友的 社交生活 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互动的 比较没有恋爱经验的 我有个亲戚的朋友 我有一个亲戚 亲戚就是这样 那他是怎么样你知道 他有出来见面 他就是那个女生 就是卖一些那种 阿萨布鲁的保养品 对 一半 这都几十万 几十万的保养 我想说那天天还会摆住 但是我那个亲戚都有跟他买 好 问题是放在那儿就是 你知道就是 你开始知道是诈骗 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 互脖子双 可能吧 他有出来见面 对 所以他那个比较辛苦 你刚刚讲那个是 你朋友是可以不用出来 对 我听我们那个是 他是要跟那个女生 是有有出来见过面 别人如果吃饭 可能有可能也许 我猜可能有看看电影这些 所以可能有稍微 也许千千小手 可是重点是他真的很可怕 因为他贩卖是一种 情感上的价值 一种知识 就最后那个员工不是去爆料 全部的人整公司都被抓吗 结果这些警方去联络那些受害者 那些男生 没有人愿意出来提告 不然你绕戴啊 没有 他们不是觉得绕戴 他们相信 跟他谈恋爱的人是真的 他们不是被骗的 真的 真的什么 爸爸得爱症啊 弟弟需要什么帮忙出车后 对那是我女朋友 那是我女朋友 他们全部都相信 那个是真爱 那欧罗拉这个你做得来吗 没有 如果价钱高 你应该没有人要找离过婚的吧 怎么 那啥谁会知道你离婚 他只要声音好听就好 声音好听 声音要很好听 要会撒娇 而且他们很厉害 因为你说他们还有找那个 秀哥来代替他们 所以他真的跟本人有见过面 他可能也牵了小手 所以就当然就是说 文如别人又贴心又那么可爱 而且才约四个小时 忍一下就过去了 可是秀哥的声音跟在 跟你在那边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你人通过电话 有时候那个声音会有点不太 你在晕喘的当下 他会自动矫正 自动叫正 这个声音就是他的 会自动叫正 因为看到人比声音还要够更淋漓 而且这种叫感情诈气 其实在刑法上 是好像 马绿这好像是很难界定 就是这样 这个跟我以前的 八皮酒店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 以前八皮酒店就是用客服抠 抠客主 抠完以后叫他来酒店里面上 来帮他消费 这个消费 就开始跟他谈恋爱 还跟他上床 有上床 上床以后 那个阿伯钓着了 为什么 我这个样子 有女生愿意跟我在一起上床 开始 爸爸癌症 弟弟出车祸 我要熟生 几百万几千万 就是这样子一模一样 就是标准的感情诈骗 你那个还没有 还只是吃个饭 他是有上床 那你觉得欧罗拉 有办法升任吗 基本上面我觉得 主要是被害人的问题 有啦 我也很常被偷照片 在那个轎轮 这些都是直男 女生也会被骗 我所说是女生 女生被男生骗 你营养师一个月多少 不多啦 这正常薪水 二三十万你要不要换 我没什么耐心跟那些 这个年纪已经没有耐心 都不适合我 休息一下 新闻娃娃 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